接下来会带来的是 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放的是 BARS的艺术 然后三十分钟之内我们会讲 我们是否可以请求更多呢 一个小时呢我们再会讲一些其他的内容 Access Bars 那么它是导师来自于世界各地 这位屏幕上正在展示 还有是用心理学的作者 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艺术家 艺术收藏者 那么你可以找到一天的BARS课程 在你的附近 台湾台北 当把这些买到我的关键释放之后 我创作了很多新的维度 因为做BARS它会让你的脑并部活动得很慢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有拓展性 不会仅仅局限师作者 生物作者的之间 而是让人有一种平静 当我创作者在台湾的讨厌 它对于这个心理学 而且还有感觉这个社群 还有感觉的这个社群是很有限的 我在想 那怎样还有更有趣的方式 可以把Access Bars来介绍给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群 因为我在做艺术给最后有机会来做展览 现代艺术的展览 他有一个艺术官 然后呢 邀请我做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所以我做了一个项目 是表演艺术 哦 原来一些Bars可以带来什么 我会问他们 我会问艺术馆的人 是否有人报名 他们是第一次来接受Bars 当然 我在我的这个Bars圈告诉他们 哦 我的这个表演 我不想要他们来报名 我真的想要那些 从来没有接受过Bars的人来接受Bars 所以他们真的是第一次来接受 我有完全不同的反馈 他们如此的 他们是新人在两周 我的表演开始之前 所有的名额都已经曝光了 这很有趣 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听过 这Bars是什么 那么第一轮第二轮都满 有一些人 他是在到处走来走去来看 这些人们接受 他们是 嘿 有人想要去试一下吗 哦 我想要试 所以这很棒 这种栅栏的方式 也不知道 机会会发生什么 如果有人问我 看到我这个展览的人会怎样 我还得找到 他们会觉得 我们太无情了 没有任何的情感 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甚至不会去动 我会故意动一动 这样他们觉得我们还活着 如果那个来到房间的人 看到我们 下一个人 过来换人了 他们会觉得 哦 原来这不是辣香 通常他们会 小吃惊 觉得是 假人 当时在一些Bars的时候 在接收者和给予者之间 是有能量流动的 在那份空间 有这个能量流动 我确实感受到一种瓶颈 除了哪个其他人 感受到的镇静 他们以为我们是辣香 那当走到这个展览的神 他们会有一个平静感 跟取其他的展览不同的 它会扩展到整个的会场 把走近的人 带到这份空间的互动 所以我的观察也是有 比较欢和的感觉 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趣的 关于这个特别的展览 它真的是 从开始到结后 到结束 完全全是从使用 assets的工具来创造出来的 也许是有点先进 即便这是全球的二次 我想要讲 当你去到更多高解课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成为一个 未来主义者 关于拉能量 关于把未来 拉到现在 你就已经成为未来 所以当我在创造 这些图画的时候 我请求有未来的空间 来展示出来 成为我的工作室的空间 成为那份空间 在开始 这个博物馆 对于 我所创建的这个大展览 它也是很复杂的 然后有一个房间 是我的图画 还有一个房间 是只有悬挂的一些图 就好像一个迷宫一样 让人们可以走进去 这个博物馆的管理员害怕 如果有孩子的话 他们会触碰这些图画 会破坏掉我的这些作品的 也许 因为Bars的空间吧 学生都是孩子 我知道的 他们都是行为都很好 在这个空间当中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也不会撞到人们 也不会撞到人们 如果我要去描述 我所感觉到 这个Bars的展览 在这个空间当中 还有没有Bars的展览的话 有什么差别 我说 这个对时刻的感知 是完全不同的 我讲到了 人们体验到了 和平静 我在想 这个平静是否 跟 在那个房间 当Bars在发生的时候 对于时间的感知 是不同的 在那个空间当中 通常在其他的 艺术馆当中 每个人都有一个议程 他们有看到是什么 这个人他想去 有这样的步伐 找有些人 不同的步伐 然后有的人要确保 他能看到所有的一切 在某一个特定的数据 在这里 我几乎可以把它描述为 人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游泳 人们好像在水面上浮动 很有趣 这是一份很有趣的 观察艺术的方式 平面创作也是一样 他跟着这个颜色的流 选择这个画布 画笔动效度大 这样子慢慢慢慢 事情就会延伸出来 发展出来 这样就是创作 创作就这样发生了 台北艺术展 它的全球巴尔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我非常开心 也很荣耀可以翻译这个魔法 班了一天 有一个真正的感觉到我对我来是什么是想得通的 我的实相是什么 我并不需要去处理我之前要去处理我的那些焦虑烦躁 而是让我和我的身体在我世界当中有不同的空间 所以我不仅仅有很多的空间 每次到会有些bars的时候 我会可以把注意力放到 什么创造对我来说 形容通的生活把我的注意力和难来放到哪一个方面 而不是去处理这个事项 我的丈夫她也在做assess 我们会一天到运行bars 边看电影边运行bars 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们也会很忙 我知道这是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礼物 这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礼物 所以运行bars 那assess的表语是 不能你知晓你是知晓的 因为一旦你知晓你是知晓的 你不会为任何人而放弃你的知晓 那我个人进入到几种 曾经进入到几个邪教当中 所以我在assess的写的主旨就是 赋予你知晓你是知晓的 比如说你不能知晓什么 因为你不是创造者 那当有人可能去提问的时候 不管 如果你有能力去提问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也有能力去得到答案 所以我的观点 那总是我的观点就是 如果你知道一些东西的话 你就是知道它是属于你的 如果你不知道一些东西的话 去提问 发现 所以assess的主旨是 赋予你去知晓 你是知晓的 一旦你知晓你是知晓的 你永远都不会为任何人的观点 而放弃你的知晓 没有人可以从你那里拿走什么 我们的全球协调物桌 Simon Melises 去了Garrett在澳大利亚 教授的一个课程 他说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assess多么的不同 然后Garrett对观众说 去追随你而不要追随我 信任你而不要信任我 你知道更多对于你的人生 发生什么 怎么样去改变 比其他人要知晓更多 总是这一切 这也是我们的观点 你是知晓的 赋能人们去知晓 他们是知晓的 在我的观点来看 也是最棒的一个礼物 不仅仅是从一个教授的层面 而是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世界 人们能够信任自己 他们是知晓的 可以追随他们自己的觉察 以及每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的世界会议都不能不同 这对我来说 是我愿意生活的世界 对我来说 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 是你所生活的世界 那里在那个星球上 在Hollywood的世界上 不 是Gary的星球 结束了 改变的故事 我发现 SS是在2016年 当时我还在 下图 跳舞 当时我人生 经历了一个阶段 我真的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糟糕的人 不管 这个生活怎样 那我死去 比如说 有我 有希特勒 我真的觉得 我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的人 我看到我生活当中 所有的人 有一些朋友 他做着很酷的事情 跳舞的人 他们都很棒 我觉得没有什么方式 就是我觉得 我是的这个人 他们不会跟那个 我认为我是的人 成为朋友 所以 所以我肯定是一个 未来就 当时我在跳舞 有一个女人 她宣布了一个 巴尔斯课程 她说 如果你知道 你没有 你笑她那么糟糕的话 那么这个课程 就是为你而生 我说什么 对 那就是我在寻找的 所以我去了 她的巴尔斯课程 下周末 她做了一个 基础课程 我在提问 这是什么 这是我人生当初 第一次 我有了一个平和平静 我做了一些事情 那这个跟我的父母 教导的方式都不一样 不同的这个 灵性的东西 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有不同的体验 我开始连接她的时候 然后这是如此的不同 有一个不同的方式 我跟其他的这个方法去玩耍 我又好像有触碰到不同的天花板 那Iss它去不断改变的方式 是如此的美妙 Iss在你的事业当中 还有这个课程 还有所有的导师 总是在提问 接下来会怎么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走到哪里 我们还可以创造什么 还可以问怎样的提问 所以它也在增长 在拓展 也在 看我们会共同 拓展什么样的边界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无聊 你也可以去 创造 BARS的活动 太酷了 你可以成为有趣的 然后发现 帮助别人发现 这个很棒的工具 能够 改变他们的生活 同时也在改变你的生活 当时我上了 R C S Bars课程 生活有很大的改变 我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现在是观音 一年吧 我参加了 我第四BARS课程 那你参加个BARS课程之后 你知道你其他接下来选择的BARS课程都搬家 所以可以很轻松地持续去选择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我去第三次BARS课程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夏图开出 那我一路看到了景色如此的时候 我好像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到世界 我觉得我活生生的我是活着的 哈喽美丽的人们 不跟你在哪里 我想要在你来到一个空间 叫做Access Consciousness Bars 那么有一个人对他写了 成为你改变世界里的书 有人讲到了BARS 在这个YouTube上 我看到他是用闻想 哦 我想学BARS 真的认识一些人 是像魔法一般 在这下 我去到她的BARS课程 然后呢 魔法就开始了 我没有开玩笑,突然是这样,我开始改变了,因为BARS是一个打开,打开也不同,然后魔法就开始了,对我来说,我生了一个腰瘦的能量, 能够一句话,能够有更多的平和,那个课程要BARS课爱,如果你在犹豫上BARS课,你要去上,要去参加,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它创造了我今天所试的我,我知道我是一个更大的邀请,因为BARS, 我也会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不会停止的,它是会传染的,你总是想要更多,然后那魔法就开始了,我也想要你去进入到这份魔法当中,你知道吗? 在2021年每月平均有6,730亿人参加了BARS课程, 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那也就是说,2021年有超过8万的人上过的BARS课程, 你的附近是否有BARS课呢? 学习在一天的BARS课,那也如何去给予和接受BARS? 那么在新冠病毒期间,BARS它如何可以贡献呢? 我就是太有趣了,我学到了很多,我在新冠病毒期间很忙,和特别人的时间, 我从而想要更多,我发现了Asses Consciousness,BARS,而Asses对我来说供应在很多, 在新冠病毒期间,我在地盘上有什么可能性? 我是超级有觉察的,我知道别人的时间, 随后能感到全球的这个恐慌,紧要是错, 各处都有人,有点有交配, 没有人给我跟我交换吧儿子, 所以不断地去说这些东西有没有交换吧儿子, 让我有很多的平衡, 当那个世界上收入的时候, 我说哦,还有一些东西在想上, 就是BARS看一遍我的, 这是一份认可, 我是支持着我的, 有人在支持我, 它对我来说供应在很多, 有不同的能量在这个世界上, 接受所有的能量, 在全球困难中, 真的还不错, 我觉得, 我没有害怕, 当我到一个阶段, 然后几周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让我的口号, 我使用这些工具, 让不同的能量流动, 在你的能量, 在身体流动, 当没有有人, 触动, 而我触碰你的头的时候, 在台上带我不知道没有它, 我讲过, 对,我告诉大家, 在几堆教室在那里, 我甚至没有跟它描述它, 被这个美容能量充满, 而跟这个全球的能力,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我会那么的放松, 我可以轻松, 我会再不去想它, 我没有听到很多东西, 你看到这东西, 什么能够触动你, 触发你的情绪, 没有, 现在真的改变了一些的情绪, 我有这一个情绪, 我能够感觉到其他人, 同时能够到我的空间, 我知道我能够感觉到别人的并不是它, 我有哪个空间, 我意识到, 因为Ice's don't want to, 我真的记住到, 我到底是对我的真实, 我在手里的光队, 所以在于发生的疯狂, 我没有担心, 我知道这是in-access, 因为我在运行BARDS, 诚实来讲我也不知道没有它, 我会怎样, 没有办法描述, 对我来说我可以再把儿子这样子一个小时, 我是正在学生前参加第4BARDS公场, 那我用了这个工具, 有了很多改变, 我预许去接受, 我更多的绝查, 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多, 让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想法, 做的情感, 做的问题, 归一个挑战性和生活的在之前, 我觉得我用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去思考, 而不是去结局, 我总是在思考怎样怎样怎样, 运行BARDS, 那怎样实际上根本都不是问题了, 而成为他自己有一个更凶酸的方式展示出来, 最开始我会觉得, 这个有用吗, 我的大脑是否, 没有任何的悲伤, 没有任何的焦虑, 这是可能的, 更多更多更多, 当你在遇见BARDS的时候, 你改变更多的时候, 所有这些困点, 真的向你旁边游泳, 你的观点创造了你的实相, 是得它完全支持的, 那么如果你可以选择更多的快乐, 那算一切都会来的, 对吗? 当你在遇见BARDS的时候, 那份快乐的那份轻松, 是可以触及的, 没有什么要去挣扎, 快乐的全球BARDS日, 来自于香港,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呢? 是否可以请求更多, 跟斯林梅拉萨斯, Christopher Hughes, 请求更多, 是不是OK了呢? 来自斯林梅拉萨斯和Chris的一个分享, 有多多是太多了, 多少是太多了, 我们来玩耍吧, 兄弟中一切都来得轻松愉快, 充满如药, 听不到你, 我因为我是今年的状态, 我觉得太棒了, Chris,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在全球BARDS中, 我的天哪, 我太棒了, 我非常喜欢我们在这早上醒来的时候, 这个是最初两小时, 我在提问是否请求更多是OK的, 我看很多人的进入到喜悦感哭泣当中, 当我第一次发现Access的时候, 21年前, 在对人来到10到11年之后, 我们穿了很多, 那个时候, 就不能过来传道课程, 我没有E-mail, 我还记得在课程上, 很多的女人看着Gary, 这就是Gary Douglas, 我看到Dane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工作太棒了, 真的适用于各行各人的人, 不同年龄的人, 当我在提问是否可以去请求更多的时候, 当然可以, 哪一个人都知道Access Consciousness, 其实存在的, 这样他们可以去选择, 他们并不需要去选择, 但他们可以去选择, 这是我希望的第二点, 他们知道, 有一些很多人, 他们去到一个客人, 他们要探索不同的客人, 各个客人不同, 今天我在看的时候, 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那么在这里是怎样, 和这些人成为朋友, 很相关, 对许那一支线, 感谢你跟我今天在这里, 我们彼此支持, 彼此, 我想跟你聊更多, 很多的人, 他在创造的时候, 他们是很成功的, Access Consciousness大师, 你还有这个自己的古董生意, 你创造不同的, 生意里面是你的声音的道士, 那么他在不断地增长, 不断地作战, 你告诉我你成长的故事, 你告诉我他, 你告诉我他, 我可以通过 access consciousness 工具成为一般 我在跟代理说 我会是这样的 我受到很热闪 所以你成长 你讲到了 它们觉得什么 它们以为 那里什么都没有 OK 你成长阶段 你是不是讲更多 我想要你去探索的 一件事你讲到 你知道那并不是你的实相 你父母的实相 并不是你的实相 是的 总是这样 我成长的地方 我的家人 没有任何人 几乎很少见 就是有人能找到这样的 上过高中的人 也没有创造那么多 比如说 丰足的财富 有财富的一个人上 不管这个环境是怎样 我总是知道 那都不重要 我总是知道 你可以去追求更多 成为更多 选择更多 那任何发生的 在我的路上的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把别人的知晓 当成是真实的 我总是会 我们来开始吧 比如说当我想要去上大学的时候 当我想要去的学校是 我们的国家最养贵的学校 然后我要开始去学唱歌唱 我的白祖母的观点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学校学歌唱 你可以在教堂里学 不关你是不是有支持 不管他们能量层面的事情 怎样你可以做 我总是这样 我可以去选择和成为 和完成任何的事情 所以你讲到 即便人们对你说不的时候 你仍然在不断地去选择 在你做一些课程的时候 如果你再请求更多 有人说不 那么人们你会做什么呢 是的 我注意到了这些 人们在看到 人们愿意选择什么 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选择 或者害怕选择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将会接受到拒绝 有人会告诉他们不 他们不可以拥有什么 所以我开始做这个联系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讲过 我让人们去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 在午餐 在课程当中 然后接近三个人 是他们直接从来没有见过的 然后呢 去向他们要求三件 他们觉得他们会被拒绝的事情 我原来不会忘记 有一次在 阿根廷有一个女人说 我知道如何得到一个不 她给了前夫打电话 她说 亲爱的 当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房子 你得了三个 我们是否可以平均一下呢 她说 可以的 完全可以 我们来周一的时候 联系一个律师吧 然后她得到了一个房子 他们在那里等待着她 宇宙有如此多地在等待着我们 而一直都在等待她 我可以拥有这个吗 当她愿意去请求 那么就 那么的轻松 那么的快速 她就在那了 我想要给大家所有的许可 去请求更多 在这个时下当中 人们会拒绝你 你是否得到足够 多够 我还记得在一个阶段 我妈妈的快乐的定义 就是她在关系当中 并且有个房子 我不断地去请求更多 更多更多 她说 你得到还不够吗 我说这不够 对我来说 这个 行求真是太棒了 我们来活着吧 我们来体验 她妈的 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如此多的 喜悦和乐趣 有更多东西出现了 那我们在 我们都在意大利的 古堡投资了 澳大利亚的人会问 什么 你在意大利买了一个古堡 我说是的 还有在各自大家的房子 是的 那如果你从来都不去 停止请求 请求任何的一切 我是 Isses Consciousness的 全球写道者 已经18年了 到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 我在想 Isses如何运作 如何让它增长 如何让它拓展 Isses并不是线性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做什么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会去哪些国家 我们会倾听宇宙的地狱 我们会听清理宇宙的地狱 并且去选择 那我有一半时间 在澳大利亚住 一半时间 在卡利福利亚住 那刚才说你也要去训练 你的这个嘴杀的肌肉 去看一看 你的能量需要走到哪里 当我起床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你可以清除更多 你可以去有更多的喜悦 有更多的轻松 走的一切 那当我在床上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 整个的清除的能量 OK 我的能量在哪里 今天我可以把我能量 放到哪里 那么这个也是 南非 这两个地方跳出来 你如果急于现金的能量 去创造课程 你不会去南非 他根本听起来不明白 任何你所请求的 他可能头脑上不符合逻辑 而是看他进入到那个能量 你要创造什么 然后最后并不再创造 所有你之间的想法 哦 这是我的实想法 我可以去选择更多 创造更多 你也不能去请求太多 他并不可以是请求事物 或者物质层面上的这些财富 而是把这个肌肉 进入到更多的领域 比如现在 南非进入多少国家 最开始的时候 是怎样 那么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你 他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是的世界 这是你愿意去想求更多 那 Garry他原本书叫做 《超乎托邦》有一句 我昨天读到 如果你愿意去接收 你所使的奇迹的话 那会怎样 是的 我必须要去承认 在ASIS的 我做出的贡献 你还有你的贡献 如果每个人 你们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东西 可以提供的 每一个人 是的 我要说 我是你的十个月的跳跃 快乐跳跃 除债务的一个项目 我的群组有一个女士 她只听过直播 ASIS Consciousness的直播 从那里她又读到了你的书 我们上周 我们见面 开会 她说因为 因为ASIS Consciousness 因为你 我给我的人生 造造了一些东西 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 我觉得可以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有空间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有能力的 对我来说 那就是成功 那就是快乐 能够激励我去 直接不断地去选择 去创造 是有多少人的生活 我们已经改变了 通过我们的请求 通过我们愿意去选择更多 是的 谢谢 我太喜欢你的风险 另外一个提问 你是否会觉得自己请求 考完更多是自私呢 是的 不是被人直接说出来 而是有这个投射期待 但他说有两个词 可以面对去的吗 当有人像你 投射你是自私的 或者你拥有太多了 等等 有人跟我说 你是否可以停止那么快些 我说不 然后那个人开始跟我一起笑 我说我不要停止这么开心 这就是我一直请求的 两天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有一个女士在喝咖啡的时候 她说我没有办法呼吸了一位你 她说 你的笑声 你的声音让我如此的不舒服 因为你通过你的大声音 通过你的笑声让我非常难受 她说我住在一个公寓 28层 我会告诉每个人 都不要来到这儿 她说 然后那个咖啡店 她说 如果那些人 如果有任何人像你一样 然后他们在我们的咖啡店 都不受欢迎了 好吧 那人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人 在运行Bars 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第九次全球Bars 这个Bars对你是如何贡献的 当你去请求贡献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在贡献的 当我第一次遇见Bars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知道 有一份放松 好像没有发生什么 只有从那次Bars 的歌 我认为是她最不舒服的体验 因为已经变得更强烈了 所有人们的投手 能量的强烈 有所有我感知到的评判 也变得更多 让你打开 在结束广东 拓展你的觉察 让你有更大的 有多场景观 是 我刚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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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 Watt 我刚才说的 Sara Watt 我刚才说的 Sara Watt 是能不能够 在那里面的 每个人 在这里面的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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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的 每个人 都在这里面的 你没有办法 让那个快乐那个轻松 你看到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的人 有那份平和 你看到 在学的外博有人接受巴尔子 然后我看到这么多的人 我都知道我要去巴西 我要去中国等等等等 那个能量不去停止的能量 我注意到 当我接受巴尔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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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接受巴尔子 有那个收缩的能量 那也不是你的 所以你头脑中生也不是 其他接受巴尔子的时候 我注意到 肥份放松 你能够连接到一些 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能够连接到 这份空间 宇宙自身 我给你打开一扇大门 你愿意来玩吗 也可以关闭上这个大门 当你进入到戏剧被剧当中 那份愤怒 沮丧等等 而不是 也爱我来吧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 来到巴尔子 你认为你值得的什么 还有你认为 你被允许可惜享受的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 学空门来开始 我们都在共同 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 看什么机会更加 是的 这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来 我们来开始 我们来出发吧 我们去上车 是我有一个建议 当你在看你的请求的时候 如果它看起来很淘气 那么你太有意思 那么这会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是的 那这个对澳大利亚习记得很好 我很确定 Mr Christopher Hughes 我跟你在一起同时很荣幸 非常感谢你们 我做的翻译 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你不断地在书话的时候 怎么翻译 还有一些国家的时间 哦 天哪 谢谢你们 谢谢每一个人 I'll see you a little bit later 那我们之后 一会儿再见 拜拜 Access Bars的这个导师 来自于生活可行各业 那这里有一个珠宝设计师 他是一个投资者 那这位呢 他是一个建筑师 也是当地的设计师 是建筑教授 那这位是一个诊所的心理医师 你可以在你的附近找到一趟一天的Bars课程 I was the first Bars facilitator And truly nobody was ever as mad as I was 那当我第一次教授Bars课程 我是最初这个Bars导师 所有人都能感到他 我就不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给别人影响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我感觉到 这他妈那是什么 我开始意识到 真的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而不仅仅是 我非常感激 来到我的人 因为他们会给我回馈 向我展示 原来我真的在被他们创造改变 真的有一些东西正在发生 我不知道 如果有很多的世界让人会理解 去做一个 一个事情是 其他人没错 你甚至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 是我在想 这怎么可以发生 那到底才发生什么 当时我在体验当中 OK 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但是它 在发生 因为人们的反馈 是的 你也是第一个意识到 它并不是关于感觉到它 它并不是关于感觉到它 现在是一个地道有人 来运行Bars 因为他们经历了重大的改变 那女士来造Bars课程 她开始收费 又收我们 她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她运行Bars 就能赚这么多钱 OK 那这就是我认为 她可以运作的方式 我的观点 人们给得到 任何他们要的一些 他们也可以离开 这不是一个邪教 因为你如果有一个组织 可能你要告诉人们 你要去做什么 不 我要有我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其他人的 我很感激 每天都很感激 因为Bars的礼物 因为SS的礼物 我可以过我的人生 并且给予这些礼物 他给了我礼物 也给予了很多其他人的礼物 像奇迹一般的礼物 谢谢 accessconsciousness.com 我非常荣耀 可以在世界各地 然后向人们介绍 奇迹般的Bars 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 真的 也跟我愿意看到世界 是一致的 那么什么是在 access Bars课程当中的 那个引导 in an access Bars class you get to access Bars课程当中 you get to actually see people come alive 能够看到人们 活过来了 他们什么知不知道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非常轻松 他们开始连接到 the space that they can be for other people and for the world 可以为别人 为自己成为的空间 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可能的 it's really actually natural so one of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access Bars课程 in an access Bars课程 people will come in with who exactly who they are all the stuff that's up in their world you know the great things the bad things that doesn't matter they show up exactly as they are and let them and allow it to them 可以允许他们 向上记者们 展示这个技术 然后在这一天的 过程当中 看到这些人们 接受给予Bars 的变化 能够看到 他们的转变 他们每个人 世界的转变 真的 那些早上 还很强烈的东西 等到一天 结束的时候 就变得消散了 一天的Bars课程 然后你没有办法 在一天之内 做好多的事情 你要告诉我 更多 那并不是真的 我确实会教人们 东西 成为一个伴 早是很有趣 人们会说 不 我不要 想着这个 我觉得很有趣 可以去成为 那份空间 能够跟每个人 去创造 我跟他们分享 然后看到他们 在按摩床上 突然之间 他们的整个世界 改变了 有些事情 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像 魔法一般 像奇迹一般 我非常享受 看到人们 发现 真的是有效的 一切都会在 一天当中 不同 人们来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这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要去期待什么 可能他们 确实有 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即便是午餐的时候 他们整个的 在这个世界的 存在的方式 都完全不同了 完完全全的不同 之后他们回来 他们来 又交换了一轮 是完全的改变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这个我知道 能够影响到 他们的家人朋友 他们的社群 就在改变着世界 所以 你要 参加巴尔斯课程 这是会改变 你的世界的 对我来说 它是打开了 一份空间 让人们有工具 可以在每天 当中去使用 它真的是有效 并且可以贡献 给他们 贡献给 他们交往的人 这就是巴尔斯 所示的礼物 真的是一份 打开 太棒了 那巴尔斯课程当中 你可以去探索 你所知晓的 你之前并不知道 你是知晓 但是你知道 你是知道一些东西的 你也可以去探索 你的能力 能够帮助人们 去改变一些东西 还有所有的可能性 不同的东西 每一次 每一次课程都是不同的 那么很多人们 在每次 每次课程都是不一样的 每次课程都让我有了 更多的我 那在山目当中 有一个很美妙的课程 我在2019年去参加 一个课程 到时候 世界各地的人 我甚至不认识的人 跟他们一起运行 巴尔斯 七天 白夜 之后 人们让我去 教授一个课程 当我离开这个活动的时候 回到了酒店 我们就 开设了 这个巴尔斯课程 在半夜 在游泳池旁边我们 开设了巴尔斯课程 当我在 教授巴尔斯课的时候 只要躺在来接收就行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而你说这个接收 是什么意思呢 引导改变的礼物 看到有人 得到了这份改变 去感知到 这个接收到底是什么 而并不需要去解释 并不需要向他们去显示 而是他们能够去体验到接收 就像 哇哦 我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 当我在引导课程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人生改变 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 他们从不开心 焦虑 紧张的状态 当他们 从那么长起来的时候 他们变得平和平静 对巴尔斯课程来说 对巴尔斯课程来说 看到所有的改变 发生 人们可以变得多么的不同 我从来没有看到 这个星座上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这样 所以人们之间 这份互动 这份 可以接受和给予 同时发生 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大家在全球巴尔斯日开心 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好的呢 对巴尔斯课程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在那个显示范目 那我遇上巴尔斯大概两年 因为2018年4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的忧郁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个个人成长的课程 没有任何事情是行不通的 那我 就觉得 哦 我要改变这一切啊 那2018年 我遇上了我一些疗愈师 她说 你听说过AXSBAS吗 它是什么呢 她说 哦 它基本上就像一个颅底骨一样的 然后 行得通的 也就是以前是在拒绝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她是行不通的 所以 一样她行得通吗 我就去学了AXSBAS 我做了我的第一个的课程 因为我做个案的时候也是在接手 所以我就拥有更多的空间 天哪 这是什么呢 我要知道更多 所以201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这个BAS的旅程 还有我的要求 也就是地球上的每个人也知道BAS 这就是我的开始 然后 我可以接受 然后过去的两年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AXSBAS的课堂 它让我感到好兴奋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旅程的开始 来到2021年 我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 我就想要邀请他给到全世界 那假如人们知道他的话 他就可以有选择去做这个不同的选项 所以我就很快说的在两个星期里面 我问 然后假如我去雇用一辆车 来去开车 到整个我们的村里面 然后我们的城 然后与人们去进行对话 那这就我们做了 我们就雇用了一辆车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拍档起来 那我还记得我们 我在开车 他就给我们做一个录像 等等 这是很赞 然后我问 可是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之前都没做过 然后我说 我们是行的 所以 尽管我们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尽管只是给一个人介绍了BAS 然后我们已经成功了 是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十天的旅程 大概两千公里 那整个的困斯兰 那 其实没有什么能够看 没有什么风景 然后我们就开始派一些传诞给人们 因为周边都没人了 然后好啊 因为我们这个月也就是知识诀才月 所以呢 我要提供这个给大家 这是可用的 欢迎你来尝试一个个案 所以我们是每一天连续洗天 十天这样做 那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期待 呃 人们会喜欢他 只是说 因为我们就改变了所有一切 只需要用什么来让人们知道而已啊 那我们就开始与人们进行对话 呃 有的人说不 有的人觉得我们免费提供吗 真的吗 所以 就是有一个空间 呃 是也扩展了他们的世界 所以 假如 没有任何 是需要这样的了 呃 尽管人们拒绝我们也不是在等于意味着 他们拒绝我们呢 呃 尽管人们拒绝我们也不是在等于意味着 我们是 呃 在这个城里面 呃 我们扩展到什么的里面呢 呃 假如 这就是我 呃 那 我 我 愿意 说什么来让我进行对话 这就是这里所需要的了 那 让我去发现到要与人们工作 就是一种的 呃 用这个的 技术 来 让他们创造他们喜欢的人生 也不需要再遇上任何的焦虑等等 就是 就是 我头脑里面的一切 主要了我 去创造我想要的 所以 给他们 呃 介绍吧 就 就是一个很赞 嗯 就不是说他们创造了一些的友谊等等 我就 哦 不需要知道人们是 呃 怎么 呃 可以 假如人们超越头脑会怎么样 OK 所以你要 你可以创造你喜欢的人生啊 是 是 你头脑里面的信念 让你无法去创造你可望的 所以 在这个 至少绝材院里面 我们免费提供个案 是打开这个的空间 是 哦 不 呃 打开对话的空间是不简单的 所以 做一些打折 就是说 哦 这是免费 你可以来 所以我就邀请大家 或许你还没有尝试过吧 就尝试一下 你不需要去等待啊 然后我们就到了不同的城 不同的镇里面去运行 然后我们遇上 哦 不同的人们 他们是之前没有听说过巴斯的 然后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 没有很多人住在这里 所以 人们完成以后 然后他就觉得 哦 头脑清晰了 然后 突然我没有觉得忧郁了 所以 这里面有一些很棒很棒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很棒很棒的事情在发生 有一个女士 她 快要 死亡了 她 眼神主要的部分都是不快乐 我觉得她没有怎样享受 她只是说 哦 谢谢 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 然后 之后的一天我就做巴斯课 那一天的早上 我 就接受到她的讯息说她要来上课 我说好啊 还有什么比较很好呢 那为什么你要来啊 因为在个案后 我就开始能够看到 个案前不能看到的 我说 哇 什么太赞了 然后 我就是有 很多的那些奇迹般的故事 是来自于那些的个案 所以 你触碰一个人的头部 实际上你是给她们 她们有的那些的观点 阻止她们 不允许她们 去创造一些不同的点 这就是巴斯的魔法 所以假如你们去运行巴斯的精神 你可以去允许 在按摩床上那个人去消杀 他们想要消杀的那些事情 所以一件就是 Axis巴斯的魔法 那一切都是可能的 一切都是可以去改变找你选择的话 很美味 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地方 他们说不 然后我们说 那我们就来到这里 停止了旅行开车 然后你们 我们只是打开按摩床 也能说 你能说 你们在干嘛呢 我们的这个的请求 那我们就是无法能够被停止的 我们就是一个力量 那人们是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巴斯 就是让人们知道有巴斯可以做选择 那也不会行得通的 因为博士所有人也要口望巴斯 那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让人们知道 巴斯是存在的 然后他们是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就问我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等等 那一切的投射期待 关于我们 就只是去成为 语言们有对话 你不需要去选择 它只是可选而已 那大家 你们给自己做什么要求 来让巴斯指数被证 来尝试 尝试 你可以来到博网上 找到 你地区的那些基金师 那我 好奇 你从这里面创造什么的项目来源 你是可以从这里面创造收入 你那 三年了 那 我的第一些事业都是来自于我的巴斯科 我喜欢 Axess Consciousness巴斯 是 是 非常的流畅的 优雅的 快速的 改变 我们从什么地方运作 让我们真实的伟大处展现了 然后那些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 然后谎言笑善了 那看起来它是一种的护像品 那 有什么对你而行通的 就能够为你而被创造出来 这就是你的颜色 欢迎大家再回来 在厚西顿 追求巴絮 那 叫做成功 不够 我们有几个女士 就是 与 他们聊完以后 你觉得你成功了吗 那 就要请他们去选择 access 就是他们也在寻找更多 所以让你来开始吧 你 什么时候觉得你是成功了 那很有趣的是 当我来到access的时候 订给我问 一个晚上 他说 要我去到按摩床上 给他做这个ESB的个案 那假如我生 可以真的那么快乐 就是 没有人问我啊 因为我有房友 老公有孩子 有工作有保险 有狗 啥都有 一个 然后我都已经好好被照顾 我有快乐 我有幸 我做爱 那 他问我 能量上 邀请你 然后 我就 回头看 那个时候我是三岁 然后我眼泪掉下来了 那个真实的一个喜悦 作为一个存有的喜悦 但是我不知道他以为什么 我是很惊讶 那个邀请我 你现在可以去选择他 所以 我从来没有考虑我是成功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学老师 我们上班 然后给我们 down 设计 也许 一样 这一整个疗 然后我 就押使了 我从来不出来的 然后就是 在这个程序上 我就把此思照 这是没有几千的认识 那就是到了 我長大的家庭是金錢的 那我應該已經 我不需要給自己做任何事情 因為家裡就有很多了 那我有一個動力說 有一個需要渴望更多 我的過去就讓我去看那些靈性的靈性的等等 那對我而言真實的就是很好玩就玩樂去 然後就像我是在做移除法 然後移除那些那些不需要了 然後沒有雞蛋沒有酒 然後擺脫一切 因為我對我而言就是一個要滿足的 所以我想要一個滿足的人生 我就是總是渴望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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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是說有了車 這等於是成功 所以我總是在渴望 有什麼可以貢獻於整個世界 或許他們會說這裡面有什麼錯誤 會成為什麼的禮物 不會再緊抓自己或許拖延的呢 所以那個雞蛋呢 沒雞蛋沒酒我嘗試了五年了 我就是放縱了自己 然後就是不好玩的 那access要比那個更好玩是吧 是的 所以我就來上更多更多的科 80科 然後裡面給爺們的自由 你可以成為自己 儘管你是在其他人面前 這就是震撼的很震撼的 然後Pam 我那個時候是憂鬱的自殺的 那我只是留在家 啥都不做 我有一個動力想要去療癒改變 不管是什麼 然後那我發現都是我的局限 我要改變它 所以那個20年多後 做了很多的療癒等等 我是很喜愛我的人生 我積極 我是快樂 我結婚 要有孩子 我也是個社工 等等 有積極的一個 極少的事業等等 那我知道總是有更多 所以當我被介紹到access的時候 真的就給我改變 都是身體上的事情 我有一個TMJ 腳 然後上了不小的課 然後後來我就能夠爬山了 能夠舞蹈起來了 所有這一切事情 基本上就是因為我們有了一些的觀點 是因爲什麼呢 不管那個時候是什麼 它就開始 你要開始運行你的bus 然後擺脫掉你的觀點 你臨在於手勢的 然後去改變事情 就很簡單了 那那個時候 我想要一個更棒的人生 用access的工具 就像一個火箭一樣 那這就是一個成功了 那個 Sylvia被提升了 升級了在access裡面 那我還記得一天 那個 我現在已經來到 然後 我原本五十歲才能夠來到了這個地方 是的 這就是我的人生 所以我在尋找更多 這不是來自於任何工作 等等等等 它是來自於一個喜悅可能性 就是總是在持續不斷擴展的 運行你的bus 做提問工具 你 就可以 可以 可以遇上一些人來 與你玩耍 所以有什麼提示 給 人們 他們或許感到不滿足 有什麼 他們就 比如說沒有問題 沒有任何 他們應該沒有 或許沒有滿足 我還記得我的人生 Gary來做先導課 他們就說我受到問題 只是你也沒錯 就是你想要修些什麼 等等 你要做什麼呢 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繼續做提問 還有什麼比較更好 然後很簡單的提問 是一個真實的力量和禮物 是真的變得更美好 OK 真的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我的人生 像現在 沒 不覺得 這是可能的 或許是我渴望的 所以你要去做提問 它有什麼比較更好 你要與它玩耍 要接受能量 那為什麼比較更好呢 你的快點呢 真的要去允許你自己 被驚喜了 好嗎 那 有一個更棒的就是 還有什麼比較更好 問 還有什麼比較更好 是我最喜歡的工具 我 當你想到 比如說 十歲大 你那個時候就是有一份甜美啊 感恩啊 也接到一個大自然啊 那假如這善意 你現在能夠給你自己 應付任何情況 快速做一些決定 它是能夠擴展到 那 從我們童年 演示到現在 要問它 什麼比較更好 運行你的巴士 要清理了很多的無聊 那些擔心 你是否成功 事情就會變成一種探險 進去了 那麼我呢 我有一個更大的請求 當我青少年的時候 我只是度過一天 找到一些什麼東西 這樣生活 就是那樣的 然後坐在這裡呢 現在 我就被介紹到 assess的工具 有更多的輕鬆意識等等 然後 現在 我真的非常感到很舒服 很自在 我就需要做一個更大的請求 要求我自己 還有什麼 還有下一步什麼 還有什麼現在是可能 就不是只是安定下來 覺得喔這樣就夠了 要繼續請求更多 好我喜歡 那其中另外一個工具 還有什麼 另外其中一個工具是 就是在社的喜悅 一個醒悅悅的書 也就是那個 Garry 他說你要添加到你 顏色裡面 做一個戀足 你就是要 擴展 你要有18到10個事情 同時發生 那你就說 喔天啊 哪有道理啊 那整個世界跟你說 不 你要安定下來 你要先休息 要放假 度假 度假嗎 那其實我添加到我的眼上 更多的時候 有更多的發生 我更快樂 這就是 這個叫做 他們告訴你 做事情對立面 所以你們都是 給Access工作的人 那麼你們都是 有15個工作 相比於5年前 所以你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改變嗎 在你的眼上 那很興趣到你聽到說的時候 我還記得真的嗎 真的像是個謊言 那 那比如說 你在尋找一些事情 然後 我就是 喔9點了 晚上9點了 那我們還在工作 然後還想要做事情 很棒啊 是的 所以我就添加了更多到我的眼上 很有這個速度 你做更多 能夠創造更多 你添加更多 也去創造更多的一個接收 所以呢 更多的時候 我就能夠從更多的人們接收 那 就不是Access的一些活動等等等等 不是只是一個人的 所以就也 通過增加更多 增加我的接收 所以他 睡覺變得不相關的 自己家公司呢 就不是說 你還醒著嗎 他們開玩笑 就說我的愛人就是我電腦啊 我手機啊 總是跟他們在一起 所以我就享受自己 享受這個人 願意那麼淋在於那麼多的事情 然後我清醒的時候就好 我清醒的 然後你的Bars就貢獻了很多 對吧 是的 是的 那 哇 幾乎我不傻的要如何經歷我的一天 假如 我沒有Bars的話 對吧 所以真的是一個禮物 我現在能夠來到這個舞台上 然後我就知道我是行的了 所以呢 一個Bars的個案可以 給你等於半個小時的睡眠 所以 假如 你現在有什麼事情出現了 Bars是真的超讚 他是 比如說有人是過度活躍 是嗎 那 我就跟員們一起運行Bars 這是非凡 因為當我們說 說出來的 我們 沒時間運行Bars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你要運行Bars 因為只是 我過去十年裡面 我就要花時間去運行Bars 就能夠給我創造更多的空間 對於我的做事情也是更有效率 所以 就是當事情完結下來啊 儘管是五分鐘 你去給你自己運行Bars 你休息一下 就是一個超級有一個效率的 非常的使用 使用性高 他那個 George 他就是幕後的一個 這個活動的 24小時 全球巫師的那個幕後的工作人員 然後 我要跟你們說謝謝 謝謝這一切 那還有呢 Bars 會貢獻於你們 白天 創造什麼呢 很多很多啊 因為 比如說你們有很多的視頻 故事 照片 那你能夠感覺到能量 放鬆 是可以的 然後能夠來到全世界 真的感覺是超讚的 那對我 我就是 一年後 我就與Access工作 那個時候 我的頭腦 或許沒辦法去把一切事情弄好啊 然後 希望問我 我想要給這個這個這個貢獻嗎 然後突然的 一切 我們在頭腦裡面的事情 不再行得通了 然後 運作起來是非常不同 就是要做提問跟隨你的能量 因為它會允許你去 應付更多其他人用的是可能的 那比如說Bars如何貢獻於這個呢 當你沒有運行Bars的時候 我女兒正在給大家做這個視頻 那她說 你要我給你一些引導嗎 我就說 不 我要把這個搞定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你最需要運行Bars的時候了 所以當我去給自己一個空間 真的運行Bars呢 那個能量有你 我是可以運作的非常不同 比如說我能夠做20個商務 我就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然後是允許我去做到 那很美啊 所以 我還有一分半鐘 還有什麼比較工好 還有這些工具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你最喜歡的工具 那有很多很多啊 就比如說有的人 會有24小時播放回放 然後有一些的便利體 提醒自己等等 或許 這一個訊息 今天訂給的 就是 我評判我是已經不行了 那因為我總是走腦的不行啊 然後 我說知道 我知道還有一些其他的是可能的 所以我要信任禁營 選擇禁營 要比那個沉重 認為要把一切弄清楚 更要選擇他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的選擇 多兩步 就像丁說的 用我事情 你多走兩步 OK 然後 就提醒了我 好 繼續前進 多走兩步 這就是我的一種個成功 那另外 另聊到的一些工具 假如不是這個的話呢 還有什麼其他是可能的 比如說我評判我自己了 或許把事情變成是一個問題了 假如不是這個的話 還有什麼其他是可能的 他就打開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總是看著我自己的狗屎 OK 假如這個不是狗屎呢 對吧 那 假如你知道你不會失敗 那你會選擇什麼呢 這也就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工具 新的最喜愛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加入到我們了 那真的 那真的 與你們一起工作是敲戰 謝謝 再見囉 Access Bars 它完全的改變了我的人生 也不知道要怎麼樣開始了 我的關係 與金錢的關係 與身體的關係 與大自然的關係 一切就變得更好了 你要怎麼樣行過Bars 它是一些誠實的很簡單呢 他要花了我一段時間才少得他 然後要做提問 要做圖像 Access裡面呢 就給了我Bars 就給了我 然後我有一種不 沒有耐性 因為我要躺下了 要接收 那Bars關於接收啊 所以我就說 去吧去吧去吧 要快的 要做圖像 碰碰碰米 碰碰我 然後花了我一段時間 才少得Bars 那當我去看著Bars 然後Din就說了 其實這裡面沒有欺騙的 沒有手册的 那個時候 你就是要學啊 那誠實而言啊 那個時候的我是 要少得Jugger 有一天就 然後哦 原來Bars是這樣運作的 然後好啊 我是非常的感謝Bars 現在我真的 所有每一個Bars的點 你觸碰到 在你頭部上的 比如說植物袋啊 希望你夢想啊 金錢啊 老婆帶信啊 悲傷喜悅啊 有那麼多 當你觸碰這些點的時候 它在移除 一切正在給你發生的 最棒的 也就是給你運行Bars的人 也被釋放了 他也接受到這個證語 所以你好 這不是太厲害了嗎 所以啊 你去給一個人運行Bars 你或許在運行金錢覺察 你要他們接受那個基本上 就是在做一個按刪除鍵 刪除刪除刪除 一切是想感覺情緒 你對金錢有的 控制的覺察的 我相信你們啥 都沒有關於金錢 控制覺察上 有事情發生對吧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事情 都在發生 然後對方就是在 給你貢獻 這就給大家 你們兩個都按動這個刪除鍵 所以這就是你可以去做 就是要去運行Bars 或許去運行其他人的Bars 那我還記得有一天就說 有人問你啊 運行我的Bars嗎 然後他們說 嗯 有人 有幾個人問我啊 那我就只是在開玩笑 我可以接到你的人去運行Bars 就是 比如說家人的孩子啊 愛人啊 你的老公老婆朋友 等等 就是問 給他們運行Bars吧 因為他 會給你創造更多的你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他們 比如說你不是謊言 不是局限 不是評判 不是結論 那 你就 那個只是一個有限的存有 那個不是你啊 就是我們在access裡面說到 你就是一個無限存有 所以你是一個無限存有 所以你是一個無限存有 那你作為一個無限存有啊 那你作為一個無限存有啊 你是有這個感覺 呃 哇 太震撼了 你總是想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當你運行Bars的時候 這是一個禮物啊 因為他移除一切你坐在上面的一切狗屎 所以但是就是 然後然後那個時候 噢的那個能量 你要開始運行Bars 因為他就是給你一個最大的禮物 那今天 給大家分享 那我最喜歡的Bars點 那我要 足夠 那我要說 有兩個 我有兩分鐘 那我就把手 放在這些點上 就是那個感恩 很简单,因为你能够感到你是和平平静,还有庆盈,是马上的,所以呢,假如有时候你是有时间,去触碰一切的点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去选择感恩和平平静,看这对你而言行通吗? 是一个全球的巴西,来自于巴西,很简单的,轻松的,那就是接受他的运行他的,那都可以收钱了,那有太多事情了吧,所有的都是很棒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巴士,克勒蒂亚。 我总知道我运行巴士通常是我感到非常的暴躁。 然后我就说,应该我要去运行我的巴士了。 就比如说我锁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我没有实相了,我要去做市场媒体了,我疯狂了, 然后我应该要做那个那个吗?等等。 那运行我的巴士吧,我要睡觉, 然后我要问他什么其他可能来到这个的空间, 然后创造我的人生,这就是我要的了。 那要有人运行我的巴士吗?拜托哦。 很棒哦,就比如说,我感到暴躁, 有人跟你说话,然后好像你没听到, 他只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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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你想要也就是说哇哇哇哇哇哇, 这基本上就是你知道你要运行巴士了。 哦,那么我要运行我的巴士吗? 那他就是给我一种平静放松, 有一种的哇哦, 一切呢都是没事的了。 那挂钱有麻烦有问题等等, 然后酷, 现在我就能够应付这一切了。 哦天啊, 这给了我很大的庆庸, 任何的任何人在这个国家里面运行八十话呢 就觉得哇 那我们呢我们就都知道嘛 我们要彼此的贡献 他这样呢给我们身体贡献 那也有很多的一个新的人 来自于全世界的 那比如说运行八十话以后呢 他就像是 我欣赏于要 可以能够与人们进行清晰的沟通 没有任何的跌合 如果知道我要运行我的八十呢 就是当我 他是很胖哦我变老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要运行我的八十 然后就是哦这样的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快乐的全球八十 有一个是一起动态的改变了 也就是当我运行八十 是 我的身体和身体的疼痛 那 我二十岁 我就生病 然后 又吃了很多药 因为我的夹状腺有问题 那用了很长时间 恢复了 我就要我的人生啊 我就发展了一些的状况 身体总是有疼痛 总是有一个疲劳 我总是觉得我根本不是我 然后体重增加了 然后做了一个运动又有疼痛 那个能量是一个 那我注意到 当我运行了我的第一个BAS 我小的能量 我有了一个活力 我就知道它有帮助 然后在我做了六个BAS 课案后 我就注意到 我身体上的疼痛 因为我做运动也消失了 那个关节上的疼痛等等等等 紧绷的那一些 他们 那我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正常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 那一些的疼痛消失了 然后我现在感到 哦 没事了 没疼了 等等 还有另外一个 我就是很快乐 那我呢 基本上 一切 来到我自己 我就是很快乐的一个人了 所以 它基本上 就是召唤 让我每一个细胞都是变得很快乐 所以我就是要运行我的BAS 那假如你 那一天觉得很糟糕 你的快乐等等 放松等等 那你总是能够还可以接触到 所以 基本上它是改变了需要的一切 它就是变得更好更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access bus呢 就是有机会可以去运行BAS 然后全球巴士 来让找一个人 运行BAS或许学习BAS 去坐吧 再见咯 好 快乐的全球巴士 全球巴士快乐 全球的巴士快乐 那我就遇上那个access bus 再来注意一些导师 那让我去运行你的BAS吧 等等 然后她说 好 让我来告诉你吧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改变了 我的人生没BAS的话呢 就是 困惑 就是充满了垃圾狗屎 那根本就不是 我的家人也是 我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的 有压力的 我就总是想问 好奇我是谁呢 因为比如说 我啥都不做一个月会怎么样 有一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要如何形容BAS给人们呢 那我要告诉人们说 你头部上有一些的点 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清理些什么 拿走些什么 这是很难去解释的 那现在要怎么做呢 我就给他们 运行他们的旧带 然后跟他们说 什么叫旧带 然后每一次我做的时候 就像一种唤醒了 哦 这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这是挑战 所以 非常 比如说有人 是非常的卡住了 在他的想法 不管是什么 就像比如说金钱吧 然后我要那么努力工作 才能够赚到钱 钱就等于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 我给他做了三遍 运行一个旧带 然后有时候他已经问我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那我啥都没做啊 只是这样的 坐着 然后给这个人 就是唤醒了 然后 我头脑里面有这个东西 你可以给我运行 那肯定可以啊 那这个就是我做的了 我就是这样做啊 那我有什么计划吗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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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哦 你们的观点 投射在你身上 就是 无事而已啊 这就是被揪了 那我们就是我们呢 那一些 不是来自于你的觉察 常会在你身上的一些 就是要你去相信是什么的 然后 我都 我都不知道这一些是什么 就比如说 我是什么 我是谁 金钱等于成功 那一些信念 就尤其比如说我的朋友啊 他们要摆脱掉这一切的时候 摆脱掉这一切 打开这一切 就觉得少到有什么是可能的 就是比如说要理解啊 觉察觉察觉察是 可以是 还有什么其他是可能的 好 快乐的全球巴士 来自于松拿利 快乐的全球巴士 来自于松拿利 好全球巴士 耶 好 那 我以前有一个事业 就是做 那个浴室里面的砖 那个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的工作 很有趣啊 就从一个做生意的人 然后开始去在AXS里面工作 我感觉我是一个虚假的 但是我也是很擅长于去假装 那么 当我遇上AXS的时候 我的世界就被瓦解了 那我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个 我的感觉 那不是说我想要让你们快乐 要去玩耍 就像小孩一样 就那个能量在了 我就 我回去 上完课我又回到我的这个事业里面 然后我就想要贡献给这些人们 那 等等等等 那个 人们跟我说 为什么你要做一些不同的呢 为什么你要不同啊 为什么 你不满足于你目前呢 那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有一个的部分 我就说哦你是对的 我应该就这样的满足就好了 我应该要去 接受 你们给我的 关系的那个状况等等 那一些 就这种女士我的人生了 那有一个更大的部分 然后 然后 我就看到我其实是继续选择更多 假如我选择更小我就开始又崩溃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现在在聊的是 要去承认 这一切所需要的勇气 还有所有的人 比如说你为你选择了不同 对吧 我们有多少人继续选择 对吧 我们有多少人继续选择 我们有多少人继续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礼物 因为有更多 对我 我就用了更多的我了 那我在AXS里面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给Gary和丁做他们的议程表 给他们变成他们的议程表 然后我是可以啊 因为太搞笑了吧 因为住在这个酒店 在那个行李做一个ESB 然后在酒店丁在 要有人给我打电话 丁在哪里呢 现在他在那个电话通话上 然后我就说 给他敲到他的房的门 哎 其实你有这个电话通话要开始了 然后说 噢天哪 你没有给我做我的变成表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做了这个工作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 然后Gary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有这个奇怪的事情啊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Gary给我打电话 他说 你要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财务总监 澳大利亚的公司 什么什么 我 我说是啊 我喜欢啊 我要 然后另外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捩点是 就是 我知道我还没有去成员的 因为啊 Gary总是那么信任我 那有那么多信任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 我也要怎么样做事情 然后你去吧 然后我就说 我是CFO 那个财务总监意为什么呢 我啥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就 好我问 我至少 关于这个的是什么呢 我其实呢 是一个快速的人 有很多事情进行 喜欢旅行 要BUS呢 就绝对 是我 一个主要的 让我回到我的一个做法 让我能够临在于我身体 给我自己空间 等等 我喜欢BUS 因为他不能与我 成为更多的我 成为我知道是可能的空间 让我放松 然后让我去享受我的人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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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乐的全球巴士 好快乐的全球巴士 我喜欢巴士的是什么 放松 那我就 我总是觉得我是那么搞家 我就有一个精神病 要吃很多药 一直等到我遇上 然后问我 这里有什么正确之处 然后去总是在看 我有什么错 然后秀自己 改变自己 然后 不管我在做的是什么 比如说做运动啊 等等等等那些 我还是 对 我总是有一个压力 等等 所以 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地板上 在哭 然后 当我上了我的巴士课 我就 把那个导师说 你是个无限的存鸟啊 那我还有什么错误吗 然後 我说 然后 我认识我一个成癮啊 睡会儿 我认识我只是一般 销售 然后我认识我自己有一个人 我认识我想说 我做了一个神龙的生命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错误 然后从这里面我要运行巴士 那好啊 这里面 我就是有很多年是一个失眠的 无法能够睡觉 那有很多情绪上的疼痛 现在就没有了 那我的人生只是关于创造 因为我运行巴士 搬去那个爱尔兰 一个只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太阳上面 创造那个access等等那些 那与你们分享工具 这就是一个改变游戏 那让你们知道什么是那个巴士 你不需要是那么搞家 有那个精神病等等那一些 就是那个平静和平是可以的 有可以更多的一个简单快速 而不是 所以呢 我如此的感恩 这个ac和巴士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 我会失业会是没有 我怎么如此幸运呢 来今天来运行我的巴士 之后 感谢观看